還是妳轉一圈讓大家看一下 妳現在梳子了 真的 這是國中生 沒有 不在 不在 它勾到什麼 它勾到什麼 勾到 幫妳幫我拔嗎 有啦 有嗎 有 你給我把梳子帶在後面 梳子 你就國中生了你 直接被前傑嗆國中生 家裡把女孩開播後 引發不小討論 而身為當中人親王的林鄉 卻在第一集就打凸翠 被網友搞笑評論 他們就說什麼 第一集就展露妳的天籃呆 說什麼 說輸不起啊 什麼不要怕輸啊 然後都打那個梳子的梳 你現在梳子在妳的梳子 我現在梳子在包包裡 可是其實我最印象深刻是 錢姐回答在專訪的時候 她就問題是說 哪一位女孩讓妳最有印象 她竟然是說我耶 然後我很意外 因為她其實應該可以說隆隆 說她之前比較有相處過了 可是她說 因為之前我也是在全明星裡面 當最經理 然後她說我被埋沒了 沒有好好跟我相處到 沒有認識到我 所以她很意外 因為這個節目發現 其實我是一個個性很可愛 很健康的一個人 妳都只有講好的 我是說妳看起來 那時候呆呆的 老不清楚在看我 妳一直講好的 我當然只講好的啊 每次像我們要集合的時候 人只要全部的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特別的吵 真的是特別的吵 所以妳一句我一句 了解了解 但要是這樣 我們自己在當教練 像我們在局面 我一說集合 大家都不敢講話 就會趕快集合 趕快聽 但在這邊 因為他們並不是選手 對 所以我說他們現在還有一點點空間 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 對 所以下次如果 琴姐他們還是很吵的話 妳會用什麼方法來制止嗎 不要有聲音 我講實在的就是 第一個我不太敢講他們 我大概可以講 可能 心提啊 雲二啊 子欣啊 榮榮啊 我可以念一下 而且僅止於念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給他們一點適應器 目前好像看起來 都是有一些壓力的哭 跟喜極而泣 對 我希望他們不要因為 這個表現的不好而哭 然後我請問一下老師 原在韓國的兩位閨蜜 杜華跟子欣 知道妳還是她這個表現 知道啊 其實接下來的項目 因為是子欣的強項 然後我有問她有沒有秘訣 對 就是這種我也會問她的意見 然後像其他的話 他們就是說 反正相信我會做得很好 所以一向都不太擔心 對 相信有子欣的不藏私分享 Elkie一定能有好表現 而同樣 身為女團拼放成員的榮榮 以及沛漢被問到來節目 是否還想同對時 竟然這樣說 我覺得各自認識新朋友 因為我來的時候有跟她說 就是我有一天有故意不理她 結果跟她說 請妳自己去找朋友認識別人 反正就是她不理我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有感受到 所以我那天就是認真的去交朋友 然後我跟她對到眼都這樣 假裝沒看到 節目結束之後就說 我今天是故意不理妳 我說我知道 我有認真交朋友 在節目中突破舒適圈 認識更多人 也期待24位女孩在接下來的賽事中 會有什麼更炸烈的突破啦 完全原諒成員成張淑薇 採訪報導 炸烈吧 女孩 加油 加油